2024年第一天 这一阵吓坏全世界 强震一发生 除了摇晃灾情 国际媒体最关注的是核电厂 官方长官林芳正终于晚间报平安 其实靠近镇压的炙贺核电厂 有传出二号机组附近听到爆炸声 没有发现起火 一号机组也有漏油情形 但不影响整体运作 另外才准备重启的勃奇异宇核电厂 也传出四个机组燃料池水因为摇晃溢出 不过目前都控制在建筑物内 有专家猜测这回地震能登附近将近十条断层 很可能同时移动 重灾区轮岛市更往西位移1.3公尺 CNN大篇幅讨论海啸可能带来的危险 虽然海啸预警已经全面解除 但还得注意余震 另外灾后假消息乱窜 根据NHK报道 社群网站上出现不少311大地震的照片和影片 加造成这次灾情画面混淆视听 TVBS新闻最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